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我們接下來要開放空印的 真心話專線26562700 包括今天的政治話題 或者前面邱毅的這個爆料 或者其他的所有的遊行 還想講也可以 或者是這個禮拜的 禮拜天29號的造勢 有任何的心情 都歡迎你撥打我們的 真心話專線26562700 現在就可以撥打 我剛剛特別講到 一二二一的造勢裡面 這個霸函那一方有綠色 長達200多公尺的這個布條 大家很好奇底下到底有沒有人 因為韓國瑜說是遮羞布 民主的遮羞布 沒有人騙大家有人 號稱50萬人 大概裡面躲了48萬人 韓國瑜的說法 那現在大家也在想說 那挺韓的 這麼多面的大國旗底下 人到底是如何 現在桃園孫先生 知名的YouTuber 他有拍了一個360度的影片 很特別 在這邊播放給大家看 這個是在國旗底下 因為它360度 所以可以這樣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清楚看到 這個就是大幅國旗 底下密密麻麻都是人 這麼多人 國旗不管到哪兒底下其實人都很多 這個跟這個對手陣營講 被拍到說底下都沒有人 或細細細粗粗一些人 這些狀況落差是有一點大 這些底下密度真的是很高 大家也很歡樂 覺得說國旗來都很開心 大家就舉雙手把他撐起來 這是桃園孫先生的 這個拍到的360度的影片 孫先生他也非常高興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的 等待他 好 我們現在來接聽call in 第一通電話來自新竹的張太太 張太太你好 你上線了 你好 耀州 你好 那一天的確是好快樂 就好像愛與和平 我們然後我們整路走的時候 我比較感動的是 大家如果看到有垃圾 我們一定要撿起來 然後我後來在影片看到 也很多人跟我們做同樣的行為 然後走到那個微笑公園 終點站的時候 大家都不肯散喔 我就是要去找耀州 你們的那個廣播的現場 然後很幸運看到那個 李四川副市長 或是葉框子副市長 就像粉絲一樣好開心 還有那個什麼 後來在廣播 在你的節目現場 我知道有大姐在撐那個 在幫那個前秋局長 在幫她撐腰的時候 前秋局長說 她感動了想哭 我真的 我真的可以了解那種感覺 反正那一次是非常愉快的感受 好 謝謝新竹的張太太 下一通電話 台北的曾先生 曾先生你好 你上線囉 你上線了請說 OK 那個我有兩件事說 有聽到嗎 有 第一件就是說現在的這個小孩事件 或者是這個到底遊行人數有多少 這個都是民進黨他們故意要轉移焦點的 事實上現在真正的年輕人跟中間選民 他們關心的是網軍的事件 那像剛前面前一段有這個秋衣的爆料 那麼我是覺得說這個應該請主持人 因為今天好像還沒看到這個遊 因為過去好像都有請一些議員 這個來這邊 那麻煩主持人轉達給這些藍營的議員 名帶們就是說 接下來剩下18千 應該要主打網軍 他們到底從公家單位搬了多少錢 他們跟蔡英文的關係是什麼 我想這個才是可以真正可以影響中間選民 跟這個年輕人的 尤其年輕人 他們非常在意這個網軍 因為年輕人很痛恨霸凌 那他們認為蔡英文的政績是什麼 很簡單叫做同婚 通過同婚 這是他們認為蔡英文最最偉大的政績 但是他們討厭網路霸凌 所以希望主持人能夠轉達給 這個藍營的代表就是說 接下來剩下18千 要趕快主打網軍避案這一塊 然後最好有個口號叫做 蔡英文過關 卡神網軍就過關 好 謝謝台北的曾先生 下一通電話來自高雄的林小姐 林小姐妳上線了 你好 我是高雄的林小姐 那我有去造勢活動真的是很多人 最重要是這個議題不用再延燒了 我想要建議是說韓國語 如果說有去各地方去做造勢的話 然後希望說在他有這個機會 想要說他為什麼要出來選 總統是因為他被什麼 他什麼政策都要被卡 所以他才想要出來選總統 並不是說他是要落袍的 是要讓那些中間選民知道 不然同層的我們都知道啊 都知道他為什麼要出來選啊 是我們這些韓粉 拱他出來的他也是被逼的 他也是為了說希望說他能夠把高雄 救回來做得更好他才要出來選 但是敵對這你就說他是落袍什麼 所以說我是用說他去造勢的話 可以藉著那個機會去說為什麼他要高雄 過來選那個總統是這個原因過程要讓 就讓更多的中間選民知道說他為什麼要選 就是要跨出同溫層去影響溫層 謝謝高雄的林小姐 小時報有個最新的消息 高雄市政因為他們已經執政滿週年了 這個副市長葉匡時在今天召開記者會 他宣布了高雄的一些執政一年來所有的政績 來看一下葉匡時 這標題是高雄市長就職週年 重大民間投資金額高達2161億 已經累積了這麼多 第三屆高雄市長就職滿週年 這個高雄市政府24號 以高雄新業為題 提出了30項的成績 這個政績 那其中重大民間投資金額 累積超過了2161億 葉匡時說有一個 除了這些金額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也就是今年的1到11月 高雄人口增加了1775人 聽起來不多 可是這要跟過去比起來 從2006年到當時有增加21個人之外 89年來都是淨流出 都是少的 89年來都是少的 所以現在增加了這麼多 2006年就算有增加也才到21億人 落差很大 人口增加代表什麼 代表有工作機會 代表說工作機會就業機會多 第二個代表什麼 代表居住環境改善了 雖然說離大批人回來的這個距離 還有很大的距離 跟韓市長的這個目標 所謂的500萬人 有一個很大距離 但是跟以前不一樣了 高雄的環境 高雄的就業機會 還有它整體居住的狀況 讓大家感覺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剛剛有特別講到說 高雄市研考會 還講到另外一個數字 就剛剛已經講到了 民間的投資加起來 已經到了2000多億 比去年增加了90% 那已經簽約的促餐案有41億 所以這些數字 都是韓國瑜就只滿週年端出來 扎扎實實的政績 那天行政院長蘇貞昌真的很忙 他有兩個通車典禮 包括了南輝改的通車典禮 現在被質疑說 是不是故意在選前搶的要通車 當地的村長抱怨說 施工品質不好 這個馬路的高低差很大 他覺得可能會影響 那當地人講說 你台東端你蓋好了 屏東端沒有蓋好 可能會造成擁堵的這個情況 是不是搶著通車 為了選舉打一些政績 當地的民眾有這樣的質疑 但現在有一個更關鍵的 蘇貞昌昨天的這個通車典裡面 這張照片可以看到 現場大部分參加的 包括了林佳龍 還有包括廖國棟 劉兆豪 陳瑩 蘇貞昌 周春明 檢東明 除了廖國棟 檢東明 他是國民黨的立委之外 可是這一條路 有一個人出力最多的 是前台東的縣長黃建廷 他沒有受要參加 那大家想說 難道是有看顏色嗎 我們先看一下 蘇貞昌昨天PO在他臉書裡面 講這一個政績的影片 這個真的 剛才我覺得你們上台都講得很好 就是不居功都是感謝大家 我相信我們南偉通車 我們這樣辦以後 大家都會懂得 向第一線辛苦的工作人員 致敬 致敬 對不對 太殘酷了 因為 太殘酷了 我看妳剛才都有留言 對啊 不知道 真的要感謝大家 懂得知道人家的辛苦 懂得知道人家的不簡單 這樣才會很好 蘇貞昌這個構想非常好 他找施工人員來 那感謝他們 可是大家很納悶的是 這個這一個南輝改的工程 有一個人出力最多 就是前台東縣長黃建廷 他包括擔任立委期間 還有包括八年的縣長任內 是完全的去推動這一條路 但為什麼他完工之後 這個大工程 他反而沒有被邀請到現場 黃建廷有一點落寞 他在臉書上 po了自己以前為這條路 你努力過的這些點點滴滴 我和這個南輝公路的拓框 跟九安取之工程 可以說糾纏了16年 前八年我在立法院 91年剛進去的時候 我就針對這個案子 不斷的在爭取 催促 南輝公路這個 你看這個我們很多少年了 差不多每個月就在這裡說的 台東從我去西方加這條 嚇過的人就害怕了 我在91年2月開始 當任立法委 不斷的在講 從台東的達人到 屏東的這個封港 這一段山路的拓寬 決彎取值 交通部在92年10月 終於答應說好 我們來進行這個可行性的評估 黃建廷真的是努力很多 連聯合報今天早上報紙說 他在講大事記的時候 他從2002年的時候 第一個 第一件事情 就是當時當立委的黃建廷 跟台東縣的前縣長 徐慶元他爭取要拓寬 當時是阿扁的時代 經過這麼多努力 尤其他動工的時間 剛好就是黃建廷 任職台東縣長的時間 等於說他是這一條路 說他催生出來的 好像一點都不為過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一個重要的通車點裡面 蘇貞昌用吉普車 載著工程人員 工程人員也很重要 可是為什麼就沒有 讓人家感覺到黃建廷 他為這一條路做出的努力 也沒有邀請到他